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地在1月8日通關 本港由0加3至撤銷所有防疫入境的限制 歷時約數個月 女法局早前公布 2022年10月的訪港旅客按月上升22% 但酒店業界就說 訪港旅客多數屬於短期停留 10月本地酒店入住率較9月更反跌10% 只有59% 而即使近日本地酒店入住率稍微反彈 但與服償仍然有一段距離 相信即使本港與內地通關 也未必可以立即重回旅遊業的高峰期 仍要等一兩年時間復原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桓賢表示 防疫措施放寬後港人積極愛遊 但訪港旅客未見大幅上升 在這些因素影響下 近日酒店整體入住率被7加7時下降了不少 不過11月酒店入住率回穩 整體大約有60% 聖誕期間入住率也回升至70至80% 生意與去年同期相約 而通關初期至農曆新年前 酒店預訂的情況也未見明顯改善 我們估計雖然我們都預計到 如果真的能夠與內地通關 那都可以為我們有一個正面影響 但是我們相信始終開頭 可能未必一定真的這麼多的旅客 我想始終都要逐步逐步去增加那個人數 那我們估計可能都起碼 但未必年中能夠回復疫情前的生意 我想起碼都要比較長時間 我們保守一些估計 可能一年兩年的時間才能夠回復疫情前的情況 她表示酒店業界目前仍然以本地人為主要推銷對象 外國旅客近期也只有10%左右的訂房增長 基於房價是按市場供求調節 相信現階段的房價不會有太大升幅 一般都在10%以內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認為 度假營酒店或主題公園酒店等等 疫情前、疫情期間 以至現在的入住率一直都不錯 但是中小營酒店近日入住率就一般 導致整體酒店入住率仍然不理想 不過這是復常的必經之路 我樂觀的,我對於復常之路 還有我不會看過兩個月 我們說,我們熬了熬三年 36個月裡面的兩個月 這個不是惡搞的 嚴格來說也不是36個月 我們還熬了36個月再加到半年 就是黑暴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再走回頭腦 所以每一步走得慢 這個我個人是理解的 我們走了就不會再打到疼 因為我們不想回去 早一兩年前 可以去海海山山的情況 對此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